在今年 10 月東京電玩展中正式展出 擁有濃濃日本武士道風格 動作遊戲《人亡》 也在這次的 PSX 2015 發表會中 釋出更多時機遊玩的畫面囉 最新影片裡大家可以看到遊戲畫面 在陰影以及周邊環境的細節上 擁有更明顯的提升 揮舞著武士道與敵人戰鬥時 會更容易造成敵人四肢的損壞 當然身上背著的古代弓 也可以遠距離引發擊倒敵人 從遊戲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主角擁有召喚妖狐的能力 並且可以將靈體附著在武士道上 造成敵人更多的損害 而一旁用來祭祀亡靈的神社 則可以召喚出身穿驟甲的武士亡靈 協助主角對付更多難纏的敵人 人亡預計在2016年以獨佔的方式 在PS4 上發售 喜歡日本武士魂的玩家們 就請再等等囉